消息 吸收收 加重 貼點 細的 重案 加出 細的 好,香 煙的火稍微偏高一點 有些偏旁 一開始就偏高 這是其中一種 所以他寫完的位置會 再稍微上面一點點 那你就事先要預留好 然後右邊就稍微低一點寫 這要向中間集中 上面沒有黏住 在書法裡面很重視那個 有黏住跟沒黏住 或是稍微碰到一點點那種韻味 這是正常的 剛才 剛才抬高就是為了底下 這個很花朗還可以深長的地方 又來了 布 都切了很多次 捏一下 斜斜的按 再次撇比較短 書法依然保持著厚實的筆劃 點 拉肩 這個超難寫的字又來了 有些字真的是超難寫的 超難寫的 超難寫的是要有耐心 然後以這個來講 因為這些筆劃一直在重複著 所以你要必須保持它的間距密度一樣 中間縫隙又不能大 一大的話你就會 鬆掉了 都快要碰到但是又不黏到 所以要每個筆劃 保持它的距離 又要均間 又要不黏到 這個通常降低一點寫比較好 有些人會從上面 但這樣看起來不好看 好 再來這個筋要稍微下降一些些 這樣這個筋的分量才能撐起這個字 很多人都會從上面開始寫這個撇 這不對的 通常都會下降 因為這樣可以讓它感覺 視覺上效果看起來比較重 否則大家筋這個筆劃那麼少 怎麼可能壓得住這個字 好 筋 筋 出大細 出大細 注意中間的平行的位置 平行平行平行 這個點好可愛 拍拍站 你看 嚴格講起來這樣的點是有點呆啊 然後這些點幾乎都寫成平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擠不進去 一般我們都寫斜的 這裡它寫的比較平 可能它考慮到空間不足吧 深 短的 好短 細的 折 再注意這個間距 直畫直畫有間距 不要只顧著橫畫均間 直畫有均間的問題 這裡又橫畫均間 左連右不連 先挑上去 升 第一個 撇平一點 一般的 遇到撇都好高 新的寫得好寫 其實很多撇都還蠻平的 這裡稍微張開一點 張開一點是裡面還有寫 類似一個金字 間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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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間還有一個字 所以直畫均間 橫畫均間 幾乎每個字都有啊 如果寫不好 那你的結構就亂掉了 字就一定不好看 好地 序 注意這個密度喔 都不要太寬喔 因為它瘦就把它寫得很寬 這三個就點了 剛才 那個金字的點好怪 這三個點到比較正常 好注意均間 橫畫均間 這下來 注意去束畫均間 向內縮 折 折 注意這個粗細 細到粗 粗到細 撇長一點 點 拉動一下 橫 橫寫的略扁 點 點 中間 好它寫的略扁 是因為 這一邊這個 偏旁它寫得還蠻寬的 好 是讓它可以寫扁 寫高一點 不過它沒有 它想要寫扁 好 那這裡要開始直畫直畫這樣 直畫均間 咦 出現的機會好高啊 挑起來是為了點這一點 彈上去是為了要寫這個 後面點要壓下來 所以有點重量 不能寫太輕 好 好 對 發生 廣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